哈喽大家好,我是Limo 出道迷鱼你们先猜着啊 在辣椒的森林里找一只鸡 打一道菜 他们家灯笼椒是比较小号的 迷你 今天这道菜会用到很多种的辣椒和花椒 但是大部分我都有 只买一种就好了 灯笼迷你小灯笼椒 两块钱 买了半只小公鸡 我不要那个鸡头和鸡脖子 有条件的话还是要选择整鸡啊 虽然肉少但是吃上去这个乐趣会比较多 这道菜我相信你们已经菜到是什么了 对,它就是隔了山辣子鸡 这是一道江湖菜啊 那就比较随意了,如果说你家里凑不起那么多种辣椒 那就随便选一种辣度你能接受的就行 首先把干辣椒都剪成一到两公分的结 灯笼椒剪开就行 然后把姜切粒 葱也切成小粒备用 剁鸡一定要选择耐用的砧板和剁刀 把鸡肉砍成一到两公分的小块 鸡块越小在嘴巴里停留的时间就越长 双倍时长双倍麻辣爽 切好的鸡肉里加一丢丢的盐 白胡椒粉 料酒 生抽 少许的干粘粉抓匀 有些做法会放鸡蛋液我就不放了 生抽别加太多 加多了炸出来颜色会很重 鸡肉抓几点劲就可以了 然后加入食用油搅拌均匀 炸的时候不容易粘锅 油温给烧到五成热 大概是160-180度就可以下入鸡肉了 下热的时候离油面近一点 或者贴着锅边下 离油面太高 反而容易溅起油花 中火炸一到两分钟左右 等鸡肉炸至金黄熟透 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咱们把锅里的残渣给它打干净 转成大火 把油温给升到七成热 油温升到七成热 下入鸡块复炸 这一步通常几十秒就好了 等鸡肉成生棕色 外壳有雀感的时候就可以捞出控油了 锅流底油 下入葱姜 干辣椒 青红花椒 炒出香味 注意火不要太大 容易炒酥 等有明显香味的时候就可以下入鸡肉了 要注意鸡肉下锅还是小火 鸡肉出锅要不停的翻炒大概一分钟 让麻辣味融入鸡肉里就可以了 等鸡肉入味 调入一勺鸡粉 白糖 花椒油 几滴的香油 炒匀 然后一点香醋 从锅边淋入 撒入白芝麻 继续小火翻匀 等调料都炒化就可以出锅了 千万别把辣椒给炒糊了 只要去川菜馆子 这道菜是我必点的 我先来尝尝看 哇 挺麻的 鲜麻和辣 就是感觉还是挺爽的 吃这道菜啊 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这个辣椒里去翻一块自己称心如意的鸡肉 鸡翅尖 连着那个骨头一块给浇下去 特别的爽 听这个浇骨头的声音 这道菜最好吃的一定不是这种整块的鸡胸肉啊鸡腿肉啊 一定是这种带点小骨头茬的这种小肉 吃的特别爽 好了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到点希望的菜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